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中国谈话 从我看到的资料 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最早是在2021年1月19号 他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 是讲了这番话的 当然他这么说 我们必须开始从实力的地位 而非软弱地位来应对中国 对于熟悉就是战后美苏对抗冷战 那段历史来说 从实力地位出发 这个概念是 这个说法是耳熟能详的 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和其他西方领导人 在讨论如何遏制苏联的时候 经常使用这个概念 比方1984年 里根总统和英国首相萨奇尔夫人 在美国戴维尹见面的时候就讲过 常识告诉我们 和苏联人或者其他任何人谈判 需要有谈判的工具 我们西方经济实力强大 光是欧洲的GNP 就是苏联的四倍 所以我们和苏联打架了 因为利用经济实力 这一强大的优势 那么毫无疑问 他当时认为 西方经济实力强大 西方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等等 这是西方的最大的优势 某种意义确实 西方也是依靠这种实力 展示这种实力 而且把这种实力 转化为话语实力 最终他与苏联内部的工资带路党 理应外合 滑解了苏联的党心民心 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结果那是苏联解体 东欧崩溃 国家财富 被西方细节一空 但今天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 今天美国也不再是当年的美国 中国根据购买力评价 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 这个中产阶级人数 照国际货币基金组 是一年半前的估计 就是4亿了 超过整个美国的人口 美国人口3亿多 那么中国拥有世界 最完整的产业链 是世界130多个国家 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还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第一方阵 所以就像我多次跟西方媒体 这个交谈的时候 我讲过的 西方不可能遏止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 最终结果可能在世界范围 西方国家把自己鼓励起来 美国把自己鼓励起来 过去两三年中 我们经历了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案 科技战案 金融战案 舆论战案等等 但回头看 中国不但没有被打款 而是越来越自信 就像美国已经输掉了中美贸易战一样 我相信美国也要输掉其他战 在中美世纪博弈中 一个最大的变化是 我们中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宣传机器 已经很难再忽悠中国老百姓 经过金刀骇朗的2020年 特别是新冠疫情防控的 全方位的中美比较 国际比较 应该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明显胜处 赢得了民心 当然我们中国模式 还可以进一步的完善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 美国神话这个魔力不在 过去你看美国驻华使馆 发一条微博 就可以在中国造成一个舆情事件 今天美国大使馆在发微博 几乎总是成为翻车的现场 背后是中国人的心态变了 特别中国年轻一代 开始完全平视西方 甚至我觉得有一点开始 俯视美国和西方 那么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眼里 美国民主变成了美国笑话 正在这个意义上 我把这次中美高层对话 看作是一个里程碑的世界 它向全世界准确地传达了 中国人民今天的心境和眼光 我们平视我们的对手 美国已经没有资格 也没有实力 对中国进行遏制和说教 中国人民不吃这一套 正如一些外媒也说的 就是中美阿拉斯加这个对话 开启了中国新时代的平视外交 中国外交转手为攻 主动出击 积极有为 这方面的大举措不断 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 都对此感到高兴 好 今天就说这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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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